日前,刚刚在杭州亚运会上夺得双冠王的全红蝉接受了央视体坛英豪节目的采访,谈到了自己的主管教练陈洛琳,全红蝉表示,陈教练又和蔼又严厉,生活中还会给自己买书。 主持人邵盛意问全红蝉,自己紧张的时候会找教练吗? 全红蝉回答,教练也知道自己会紧张,他也会跟我讲一些,跟训练一样,大胆一点。 邵盛意问全红蝉心目中的教练是怎样的,全红蝉表示,他很好,在训练上会鼓励我帮助我,去面对困难。 在生活中也会教我,一些我遇到的难题啊,他会买书给我看。 邵盛意问,你觉得陈若琳教练是一个和蔼的教练,还是一个挺严厉的教练? 全红蝉回答,有时候很和蔼,有时候很严厉。 有时候在训练方面对我很严厉,基本上教练在训练上面都有严厉的时候。 邵盛意问陈若琳跟他说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 全红蝉笑着回答道,放开去跳。 主持人问,放开去跳,这应该是帮你卸包袱的吧,让你不要有压力。 管用吗,这话? 全红蝉回答道,挺管用的。 我记得的。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妹妹这次真的讲得特别好,看过几次采访,发现妹妹情商很高的,每次都说谢谢他们过来看我们比赛而不是我,也看出来妹妹也特别想让陈教练开心,这样他自己开心,我们也开心。 陈教练训练上严厉生活中,对妹妹很好,这两年师徒经历太多了,希望携手再创辉煌。 不断成长,不断进步,小红加油,朝自己的目标大胆走吧。 陈教练太好了,会买书给妹妹看。 妹妹也很在乎身边人的感受,说陈教练开心她也很开心。 陈教练开心妹妹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师徒俩继续走花路,再创佳绩。 这单人采访不是说得很好吗? 小姑娘只是好多时候不敢说,怕被媒体过度解读而已。 虽然很拘谨,但是面对采访一次比一次好了,一次比一次从容。